除了前七名之外 還有四個按鈕 四個按鈕的話 其實答案也都在這邊 你可以從程式碼這邊下面 直接把它選取 一直到清除格式記得選到End Sub 然後呢 總共有一段 兩段 三段 四段 Ctrl C 然後呢 再把這個需要的程式 把它Ctrl V 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好像有一個換行 這兩個接在一起 這個應該是有個換行才對 應該換到這邊 應該也是Selection 這兩個都接在一起 ok 好 那這個三個 這四段程式貼上之後的話 如果將來呢 我需要跟前面的按鈕做連結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按右鍵 指定聚齊 其實將來 如果說你希望呢 產生一個按鈕的方法 其實非常簡單 做法就是第一個 在開發人員裡面有一個表單控制項 其實這些 如果你將來你需要 固定就是說一段時間 你需要能夠產生一個按鈕 按下它才可以幫你做點事情的話 你可以從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表單控制項 記得它這邊有兩個按鈕 你不要選錯了 記得選上面這個 不要選下面這個 兩個不太一樣 下面這個 它雖然也可以達到按按鈕的目的 不過它的設計方式比較麻煩一些些 可能它再寫個事件 上面的話直接可以連結你的那個SUB 所以我們點上面這一個 插入這個 這邊有一個表單控制項 你可以在下面拉一個大小 大概是這麼大的一個按鈕 大小由你決定 往右下拖拉 這個時候呢 它會跳出什麼 指定聚集 那也就是說你剛剛在模組裡面呢 撰寫的那一些模組名稱 其中有個前妻名 就跑出來 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前妻名 這個我習慣是把它複製啦 為什麼要複製 按確定之後 因為它不會把前妻名的名稱放過來 那你就是把這個名稱delete掉 在Ctrl V貼上 那重點是什麼 可以偷懶一下 那你也可以自己再重打一下 那直接貼上會快一點點 OK 那理論上將來這個工具 應該是直接就幫你名稱放上去就好了 可是它沒有了 好 那最後你就可以這樣 把這個按下去 它就會幫你把 剛剛的那個程式執行完畢了 那至於其他的 包含就是說呢 勒透彩清除 清除的話實際上我做了什麼 for i 等於第二 到四十三列 或者是最下面一列 那做什麼呢 把 B C D E 裡面的資料清除 所以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按右鍵 指定聚集 這邊有個編輯嘛 因為你剛剛貼上 如果你要切過去 如果沒有那麼方便 你可以切過去 按個編輯會比較快一點點 它就會幫你怎麼樣 把程式切到什麼 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那個邏輯跟剛剛也差不多 第一個 跑一個回圈 什麼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 到 這個應該本來是四十三了 對不對 然後呢 那 B 欄裡面的資料 從第二列 一直到第四十三列裡面呢 通通都幫我清空 那清空通常是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空的給它 不過這裡好像 這個不應該出現 奇怪怎麼自動多一個空空空白 這個是不 OK 的 如果你要等一下檢查一下 如果空空白的話 你把它拿掉 把這裡面的東西呢 把它清空 這個是清除啦 那應該可以很好理解吧 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剛剛的公式 分別丟在這個範圍的話 其實我可以 藉由清除的這一段程式 Ctrl C 再貼到上面這邊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那個 樂透彩 不要清除 那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就是說呢 在空字串裡面呢 我多了一個什麼 裡面的公式 也就是把剛剛的公式 分別怎麼樣 丟到這個裡面來 它就會自動執行了 所以你會發現 清除跟樂透彩差別在哪裡 這個後面是空的 這個裡面有沒有 是放什麼 放公式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寫好的公式 你可以跟VBA很快的連結在一起 那也就是說你不用重複做啦 比如說你有幾欄的資料 比如說你有那個 總共有B到E 總共有四欄的資料 那如果說你今天 你希望可以快速的把它丟過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第二列跟第三列有什麼差別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這個數字 A2 下面這個是變A3 那這個2 實際上你可以用I來代替 那也就是說裡面你可以切開來 放個變數給它 那將來丟過去 它就會變2到43 那不就是符合我們要的 可是這邊有個要點 如果你要把這個公式放到VBA裡面用的話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將來還好這個公式也沒有雙引號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你要把它變成兩個 比如說雙引號嘛 這個裡面是沒有雙引號的 如果有的話 要把它一個變兩個 這是第一個 不過這個地方剛好沒有 如果有將來你們遇到的話 記得是第一個訣竅 第二個訣竅就是說 把裡面的這個 會改變的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I就可以了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如果你要了解 能夠理解這個方法的話 那你要把這個清除 Ctrl C 然後呢 把這個Ctrl V 這個我們重做一遍 然後把這個清除 Delete掉 那這裡面原來是空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Ctrl C 取消一下 記得要取消 如果沒有取消的話 像之前有同學 沒有取消對不對 奇怪 怎麼點不進去 因為你優標在這裡 記得要取消一下 先複製對不對 然後呢 把它帶到這個裡面來 貼上 直接貼上 再來 看看有沒有雙引號 沒有啦 沒有的話就下一個 就是 如果裡面呢 兩個需要改的 你就把這個先選起來 記得喔 做一件事情把I放進去 可是喔 這個敘述是不對的 因為它變數跟自串 沒辦法直接這樣接 那各位應該有用過在那個公式裡面 如果要放一個儲存格啦 放一個 要串接嘛 有沒有 在VBA裡面一樣 那怎麼串 特別注意喔 有個訣竅 它原來是2對不對 那記得喔 就是 你先把它2選起來 切開來 切開怎麼切 它本來前面是雙引號 所以你要補一個給它 然後面有一個雙引號 補給它 移到中間 ANDAND 表示什麼 串接 就是 本來它是一個完整的自串 你現在切開來 把它串一起 就必須有連接的這個東西 AND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I就可以了 但是特別注意在VBA裡面 AND跟AND之間要加空白 好了 搞定了 所以如果說你執行 假如說一樣的方法 你就是 貼一個之後再貼第二個 其實第二個應該也很好搞定 第二個是 把這個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改一個什麼 這邊改成2不就好了 這邊改成2 這邊的話 把這邊少一個那個 雙引號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 不能少一個 少一個它會跳出來告訴你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把這一個 Ctrl C 這個應該也要變一下 這個裡面也是要變B變3 這個也是一樣 那如果你全部改完的話 就會是我們雲端上面這一段 這一段程式嘛 那我因為時間關係 我把它直接 Ctrl C 這邊直接Ctrl B 好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的2 的地方 我就用這種方式串接 然後這邊也是 Rank EQ 另外最後這邊本來是 43 但是你會想說 老師那 可是我不見得 最下面一列 一定是43列 如果資料會增加 或者會減少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 可以自己去抓 最下面一列 到哪一列呢 就是這個方法 也就是說 有點是 我現在的這個敘述是 A2 有不要放這裡 Ctrl向下 它會不會停在43 會嘛 43列 那這個敘述呢 在VBA裡面 實際上就是 Range 用Range 來表示 我的儲存格位置 然後呢 最下面一列的敘述就是 DAN 會打一個1 AND 它會出現一個屬性 這個儲存格 的最下面 Ctrl向下 這邊 的刮弧 向下 它這邊會出現 其實都會提示啦 有時候這個VBA 我覺得它優點 就是它會有個 智慧提示 然後最下面的一列 再點一下 它會告訴你 哪一列 有沒有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可以打完了 OK 它會自動去抓到 你的最下面一列 在哪裡 你偵測一下就有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做完之後 就可以執行 把它刪除 然後再直接執行 裡面的 輸出裡面的值 所以按這個也可以 按下去 全部都做完 清除 執行 另外就是 格式化的部分 其實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在做這個 剛剛那個格式化的動作之前 配合一個什麼 錄字句集 有沒有 把那個句集錄下來之後 再對應到一個格式化 在清除格式也是一樣 在清除格式之前 你先錄字句集 然後錄字句集 它會是一個 也是一個副程式 再對應到一個清除 就會有這個效果 清除 格式化 就套用上去 這個是配合什麼 錄字句集就可以完成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試試看 那我最後完成的程式碼在雲端上也有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中午 我們今天中午是上課到 剛剛好 12點10分 所以不耽誤各位吃飯時間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 等一下有時間 吃完飯 可以再演練一下 那最後完成的程式碼 都放在雲端上面 那有興趣的同學 當然如果你量力而為 如果你的基礎比較薄弱的話 你就先複製貼上 可以知道怎麼RUN 如果你的想要更進階的話 建議你可以把那個程式刪掉 自己再動手做看看 不用全部刪 你只要刪掉中間重要的部分 因為頭尾這些都固定 都會可以找得到的 你可以 如果這樣你可以練就到就是說 自己想的部分 自動可以完成 自動產生你要的功能 那我想你工作起來 應該會蠻 蠻愉快的啦 很多人要學的就學這個 一鍵完成所有的事情 按下去 OK 我們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的話 我們在一點半吧 一點半繼續